好 中哥来每次都有教学哦 上一次教大家DMI 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温习 做一下功课 今天有新招了 叫做ADX 赵华真的比较努顿 每次教每次都会忘记 所以等一下好好复习 因为这个指标多重要 这个指标可以在大盘高档的时候 帮你找出低档转强的安全股票 一定要学一下啦 中哥先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三户现在有双嘎行情 有这么夸张吗 对 其实我们访问了一下 周遭的亲戚朋友 目前其实没有什么人敢买股票 就大家都卖掉了 可能在这个2万点那个附近 其实都卖掉 那现在多涨起来的两三千点 其实大家有点痛苦 就是我就在等这个股价要往下 要低接嘛 捡便宜 但其实都捡不到 那更积极的投资人呢 放空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涨到太多 不舒服嘛 就像外资以前 之前前几个礼拜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去观察一些 比较客观的因素 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你的空单其实不用那么积极的 现在就进去 所以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几个 简单的一个指标跟现象 我们大家的亲戚朋友 是不是都同一群人 对 那我想我的亲戚朋友 跟大家大概都类似 因为就是台湾民众嘛 那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台股大家都持续的这个上升 那上个礼拜 其实很多人已经看比较保守一些 因为这个礼拜是台子其实结算 那大家说结算前后可能 之前获利的多单 也许会停立下车 那我们想到结算那天涨更多 那今天 今天礼拜四嘛 是不是结算后第一天 还在涨 所以这个市看起来是没有停下来 那我们看这个加权指数 这一波持续的上升嘛 那我们看这个量 很多人都会说 因为它的量没有跟着上升 所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害怕 那抱持着放空的理由 可能就是这一个 但如果这个量持平的话 这个未必会这么快下来 所以可能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对 那我们再来看今天 今天台积电其实没有表现 对 对 那其他 他就把资金让给其他中小型股 那刚才杜大师其实有讲到 就是腾落指标嘛 腾落指标就是 刚那个腾落指标对不对 对 应该是嘛 没错 对 上涨跟下跌加速的 对 所以那个 只要腾落指标高的话 代表上涨加速是比较多 对 你有时候看到台积电 一个人独强的时候 其实那个腾落指标 就是下跌加速是多的 那如果你没有它的话 你就没有感觉 那其实今天 大概像这个鸿海广达联发科 他持续有表态 贡献点数也蛮多的 包括像传产股的国泰金 或是荷泰车 其实也都开始有一些表现 那代表现在的 肋骨的轮动相当健康 就是钱他自己会找 避风港去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 那我觉得 因此目前看起来 大概还是偏向 我觉得是震荡偏多 好 震荡偏多 不过今天外资大台 还是加空哦 但是外资的工具 本来就比我们散户多 我们也不要去乱跟啊 对 那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个是我们平常在做 这个量化交易 或是自动下跌的时候 会去让他自己计算的指标 好 那所以跟AI也有关 好 现在什么都要讲到AI嘛 好 AI中哥 对 AI中哥 那我们看上面是台子期的日线 那这一条是月线 我们说这一波在这个地方 站上月线之后 目前是没有下来的 那外资的空单一路都是 大概维持在一个 这个一万口到一万五千口之间 那所以代表他也不太准 那他这边大概也没差 因为他现货其实买的相当多 大概就是在月线上方 就是做是一个避险的部位 那散户的期货呢 在这个地方开始做多 这个地方做多 那通常散户如果再做多的话 这个大盘一定不会涨 哎呀 你这样讲真的很伤人 这个是 大盘一定不会涨 这个是真的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最近呢 你看就是这个偏空操作 比较多一些 那你看大盘呢 就是会涨 涨得好陡哦 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散户哦 其实他的空单 有一点稍微慢慢的补回来 那如果他转成多单 像这样子 那转成多单的话 那大盘就会 至少要休息啦 你在过前高的几率 相对就会比较低一些 是 以你的经验 到底这个散户的空单 多单准确度多高 应该有到80%以上 80%以上 散户做多就会转折向下 对 就是比外资 还要更准不少 那你可以搭配其他东西 例如说第三个是 Poco Ratio值哦 这个在100以上就是偏多 那台湾其交所 其实每天都会公布 我们看这一波 其实从这个位置 就开始翻到100以上 再也没有掉下来过 因为100我这边 有画一条蓝色的线嘛 那你对过去看 这个指数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4月20几号 那个附近 那这一波上来 应该有两三千点 所以代表全市场的选择 全的投资人 对大盘的看法 其实是准确的 你要参考 那最后一个是 自营商的选择权进步位 你看他这4天翻空嘛 在6月初的时候 那再来这边都是翻多了 翻多的时候 大盘就是上涨的 往上涨的 对 所以自营商的操作 其实还是厉害 你还是要参考他的位置 是 对 等于现在如果 以这些筹码来看 还是偏多 还是偏多 因为除了外资之外 其他大概还是站在多方 所以大概是 三好一坏的这个架构 是 好 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说 这个台指到底会涨到哪边 很多人会喜欢猜底 或是猜头 对 那我们来看 我们待会讲一个指标 叫做ADX 它在DMI里面 对 他在DMI里面 它就在DMI里面 那上次来 我讲到DMI里面的 正DI跟负DI 对 那因为我要再骗一次通告 所以我再把这个 放到下一集讲 你不要担心 现在叫观众留言 还记得正DI跟负DI 怎么看吗 可能大家就会愣住 通常不会记得 那我们今天讲ADX 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会有一条线 那这个黄线长这样 对不对 对 那它怎么看呢 它如果从D档往上走 像这边是不是D档往上走 对 今年二三月 对 我们有画箭头 D档往上走 然后代表这个 不论是什么商品 它就会有趋势出现 那当然这个趋势 多空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通常会搭配一个 例如说RSI 如果它也在50以上 这就多方嘛 所以这边很明显 就是一个多方式 多方架构 对 那最近一样 你只要看到 这边凹下去的转折上来 例如说这边 是不是开始转折上来 这边也开始 那你对过去看 这个就是起涨点 那这个通常也就是起涨点 对 那你看 因为RSI是多方嘛 ADS向上 所以这大概都是 你去抓到 什么时候会开始 变化的理由了 那你再往前看 这个在2023年11月的时候 你看这个大盘的状况 是不是比较像是一个 平缓震荡 弱势整理 它的ADS呢 就是这样子 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到这边才开始转折 所以这边以前 你做多 就会都很辛苦 是 好 所以ADS可以让你 抓到一个波段趋势 对 那你在教科书上面看到 应该会看到 类似这四行字 那下面这个图 是我们上次 我来通告的时候 我讲的就是 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对 你如果正DI大于负DI 正DI是红线嘛 那负DI是绿的 那你看在这个点 是不是变成黄金交叉 对不对 而且ADS有趋势 那代表这档股票 它是真的就会上涨 好 那右边呢 一样啊 这边是死亡交叉 是 因为正DI跟负DI是死亡交叉 然后ADS也是有趋势 所以它是真的会重挫 好 ADS是个加强版的意思 它就是 加强多 加强你的信心 对 那它也有可能ADS会往下 如果ADS往下 就代表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趋势的 你可能赚不到什么钱 它就是一个横盘的整理 那重点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是一个准则 大家看一下 通常指标会在 10到50之间来波动 对 那由下往上穿越 20是做是一个趋势的发动 好 那我们看哦 它跟正DI负DI 你可以一起看 因为它构成了DMI指标 那我们今天会教大家 你把ADS加上RSI 你可以一起看 几乎所有只要有K棒的 你都可以找出它的多空趋势 然后什么时候该下车 是 对 好 等于是给你一根钓鱼杆 好 学习学习 把学习的心拉起来 对 那我们来看哦 其实所有的股票都可以分成这四个向线 好 那第一个就是它股价是偏多的 是 那股价偏多偏空怎么看呢 我们就用RSI来切 RSI大于50 我们都叫做股价偏多 对 那股价偏多 而且ADS它还正在上升 好 代表多方 而且有趋势嘛 好 谁 那有很多哦 其实 好几百党啊 台积电 广达 鸿海 这个都是 ADS上升有趋势 是 那有的股票呢 股价偏多 但是ADS它是下弯 是 谁 那就代表什么 它就是偏多 但是动能不足 像这个齐鸿啦 万海 现在的格局都是这样子 那即使齐鸿 大家都说 它可能会调高 目标叫到1000嘛 但现在看起来 它没有动能 所以可能可以在这边 稍微等待一下 好 那这个是左边这个向线 是 那右边呢 股价偏空 然后呢 偏空的格局会持续 代表它的ADS 还是持续向上走 像今天开股东会的这个台硕 好可怜哦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好像哭了呢 对 然后还有元大台湾 50反一 因为现在偏空 很强势偏空的商品 其实不太好找 这两档 现在是符合这样的状况 好 因为这一格 我问了你很久 你说因为真的很难找啊 让你放一下这样 对对对 然后右下角呢 它是 诶 震荡偏空 就是RSI在50的下方 是 但是它动能是不足哦 诶 你看这八个字 透露什么讯息 它快要转强了吗 快要转强了 没错 对 趋势偏空 那动能不足 是 你要再乱空它了 对 四星它就是一种 那我们直接从几个 线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是文字嘛 我们现在用图像话 现在终于有看得懂的东西了 好 来我们看哦 左边是台积电的那个日线 是 我们看这一波 是不是RSI 只要在50以上 对 都是偏多嘛 你都不要乱空 对不对 是 那不乱空的同时 你比较积极 什么时候可以进场交易 诶 你就等ADS啊 要到第一档转折上来 就像这边是不是一次 对 这边是不是第一档转折上来 那股价 就会有一个动能 对 那这边是不是一次第一档转折 对 这边就比较容易上升 对 第一档转折 容易上升 对 那如果你在像这个地方买 这地方买 到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就会比较辛苦 因为ADS它是往下走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图像的话 你可以简单去判断 是 对 那像广达也是类似这样子 好 它只要有第一档 你都点名到杜大师的股票呢 往下转折 这里哦 这边就会上涨 是 那现在也是一样啊 会上涨 是 OK 所以杜大师买的点位都很漂亮 就是类似像这样会上涨的一个趋势 杜大师说只要采集店跌两天 他就买 跌两天就买 是不是更简单 这样也是一个简单方式 但是不是每个人口袋都那么深 对 所以如果你只能买的张数有限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很清楚 可以赚到一个波段 那另外的呢 例如说 这个就我们刚才讲多方式 但是ADS你看到很明显 是不是 多方 但是动能不够 对那你看旗宏这个地方ADS是不是向下走 对 那你堆过来看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ADS向下嘛 那ADS代表 如果他转头代表原本的趋势要暂停 那在这边上升的时候 原本确实是上升嘛 所以他只要转头 这边就修正了一段时间 甚至有跌破一个均线的一个状况 那望海也是有类似的 因为鸿海危机解除 解除之后 其实他股价在这边做一个震荡整理 ADS呢 最高点落在这个位置 那这边就有一个关键 你看ADS是转下来之后 股价又持续创高 对 但创高就站不太稳 你看这边后续 波动变很大 就慢慢的向下做修正 但是他的RSI还在多方啊 所以这种叫做多方无力 这两档大概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 难怪那个运驾长 他都长不动了 有透露出端倪来 对 你从指标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到 他现在该走哪个方向 这一张找了很久的图 对 那其实我看今天盘中前20大成交 那大概都没有长这样子的 因为代表现在就是多方嘛 那你看台硕士宝 他大概几乎都长这样子 台硕今天股东会 董事长哭 股东也不开心 难怪因为土长这个样子啊 对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心呢 那因为台硕他本身遇到很多的 利空的打击 包括中国的扩产 沙加竞争 还有碳费 碳权交易的 碳费的问题 那你看台硕点到这边 能不能接了 其实很多人还有他 因为股东人数是一直在增加的 是 可能会一直接啊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看ADS啊 他在这边是不是转折往上 那转折往上 我们刚才说趋势要来了 但是你看到的RSI是怎样 是不是在50下方 他叫做强空 所以这是强空 那这个一样是强空 但是 强空之后可能有机会可以反弹嘛 所以如果你等到ADS稍微降下来的话 其实这边有机会可以慢慢打一个底 我觉得现在感觉是有一些这个机会 他真的是如果大家喜欢做空的 他反而提供了强空的机会哦 这种股票不多 对这种股票不多 好那再来这两档是那个ETF 我们把量大的把它拉出来看 有的人喜欢买ETF嘛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两个指标来看 就RSI跟ADS 那一样他这边在多方 对不对 但是你再转折再买 下面转折上去你再买 对过来看再买在这个地方 那一样这边现在有一段 对不对 好ETF也可以 我们刚才说我们不想要买右上角的股票 那我可能要买右下角 就是而且基本面还不错的 那我们就塞出几档 像IC封装这个华泰 他最高点从2月份到88 现在整理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ADS已经降到很低了 这20以下 所以我们有几个准则 ADS小于20 股价占上五天均线 然后正DI大于负DI 所以这一档他是符合 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这个如果向上走的话 股价可能就会往上 那基本面呢 也还不错 他的Q1 EPS跟这个营收都是年增 那我要等他RS再到50吗 还是不用 他现在看起来在50以上 就有点这个纠结 这一条是50 对 你两个一起观察 然后右边就是PCB IC载板 刚刚朱大师有讲到金像电 他一样的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你看男子电都涨平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沉寂 因为人家在男子好吗 应该有补涨的机会了 那这个ADS呢 现在也在第一档 那RSI也快要突破50向上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 他的机会应该还蛮大 大家练习观察一下 而且大盘也可以观察 ETF也可以观察 个股也可以观察 就是万用的 好万用的 好 这边非常谢谢AI中哥 对了 对了 好